实派体验新凯月 车谈老将崭新的春天 在华销售13年总销量268万台 即使在二手车市场保有量和保值率也依然的起高 这就是凯月 说到凯月绝对是家喻户晓的车型 这辆为别克立下汉马功劳的车型 2016年宣告停产了 就在我们认为凯月完成使命 准备走路车坛明月堂的时候 这位老将由内而外的将自己升级了一遍 回来了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辆全新一代的凯月到底是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台车的外观 一眼看上去一点不像老凯月的样子 一切设计都是全新的 整车设计风格都更偏向于年轻人口味 曾经征战沙场13年的老将 如今变成帅气的小伙子了 新车采用了别克家族式飞翼式简了 格山中两条杜落式条线是当下别克家族的标志 整体看上去使得整车更具动感 仔细观察新凯月的前格山一回发现 以杜落条为界限 上半部分是黑色亚光材质 下半部分则是高亮黑钢琴漆材质 新凯月并没有采用直铺式格山 而是采用了类似于水纹式设计 当然新款的多边形大灯 也为提升车头气质出了不少力 大灯组结构分明 上面还带有一条展翼式的日间行车灯 转向灯在传统雾灯的位置 底部黑色格山延伸出一个黑条 将格山与转向灯部分很好地衔接起来 整体与大灯组成一个X型 新凯月的车身长光高分别为4468x1765x1469 轴距为2611毫米 定位入门紧凑型SUV 被看到整车指寸相较于老款 用了长组的进步 跟另外两位新闻对手相比也更有优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